啊!很耐心,很耐心 超耐心,超耐心 所以你有些心得想要享用的 對 沒影片分享 心得,其實我覺得 每次站在台上就是拿牆 就是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感覺 就覺得自己在音樂日上 從一個 就是一歌手然後 從應該是說在pop唱歌 然後 不會寫歌 到自己去 就因為 要證明給別人我會寫歌 我就去寫歌 然後就去寫歌 然後就去學吉他 然後就開始唱歌 唱歌突然間 然後有一天就 有公司的人說 那你乾脆自己去製作 那時候我也不會製作 那就因為死在裡面 所以就是在那種 感覺在烏騎馬黑裡 一直摸摸摸 到一個車裡才打 我很感恩 對,因為有時候會覺得 我為什麼會做音樂 我也不知道 但我只知道我喜歡唱歌 我喜歡 我喜歡寫歌 我喜歡 我又開始喜歡去做 我喜歡控制很多事情 哈哈哈哈 對 但我覺得就是 可以把一首歌 就是從空氣中 從零 開始做到有的這件事情 我覺得它整個過程是一個 非常非常有成就感的這件事情 其實這一次 是我在台灣第一次登場 然後我覺得很開心 其實很緊張 我在台 剛才在後台來的時候 我一直流汗 然後一直在很努力的練習 想說 欸我不想付費 雖然是那麼多人的感覺 然後真的很開心 然後就是很感謝導播 就是讓大家對這首歌 那麼印象深刻 就讓大家認識了李嘉薇 然後認識這首歌 然後就是 希望我有更多更好的色彈 對 其實我覺得現在就是 現在的音樂趨勢就是數位 所以我也很開心就是 新歌一出現 就會有很多人就是馬上就可以聽到 而且都是要透過正常的 這個付費的網站上來自己下載 拿下第一名感覺很棒對不對 就覺得從前就是考試都沒有拿過第一名 都是在音樂上面都可以拿到第一名 就覺得很開心 所以其實今天我媽媽在台東 也有就是鎖定節目 電視上同步收看啦 對 可是我覺得現場的媒體想說 這支麥克風擋在這邊幹嘛 唉 這支很賴耶 今天就好 真的是剛剛講的好像也是一直拿在這邊 對阿 剛剛講是不是應該要得拿第一點這樣子 對 因為下次要可能做比較重一點的講 就算有點沒辦法拿 對阿 要稍微提一下 其實在年底的時候 我會有一張新的作品 然後最近我也會跟 我的師兄姓有和唱一首新歌 對 我也都是這個超級會唱歌的 實力派唱這樣 你會很想要那個分的歌 對阿 我說比你姐姐很辣耶 謝謝 哪有你辣拜託 沒有我剛剛快又不出來了 你剛剛她表演非常精采對不對 非常精采 謝謝 其實搜寶個人還滿喜歡袁永林的耶 我知道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袁永林那一天發片的時候 哇唷 害我都不知道她看哪裡了 覺得有點近喔 那時候發片的時候 其實剛好搜寶真的還當兵 對 對 所以聽到了袁永林的歌聲的時候 就哇 覺得這個非常驚人的歌聲 對 後來才發現其實袁永林是軍中情人耶 真的 HeadFan真是可惜 沒有頒一個獎 叫做HeadFan軍中情人獎 是我第一次參加HeadFan的舞獎 對 就是也是一個夢想成真的感覺 對 因為以前看過 從那邊想要自己配在這個團上 對 所以我當然要謝謝你們第一次的肯定 因為你們真的很辛苦 然後我出了兩張專輯 都是自己創作 但是從只是單純的創作到跳唱 又是一個階段的我 然後就是一直想突破自己 那我覺得謝謝你們的肯定 讓我覺得 我繼續加油 是有 值得的 真的 對 然後就覺得說下樣專輯 我要再做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獲得HeadFan真是女生的這個 Cindy 袁永林之外 其實我們還有另外一位搭檔 剛剛有看到了嗎 在前台 是 我們的HeadFan真是男生 是 天后在靈啊 現在呢 也馬上來到了我們這個媒體中心 是 今天呢我們這個真是星光一役 當然除了有這個HeadFan千里女生之外呢 HeadFan千里男生 陳士安 讓我們掌聲歡迎 哇 是啊 今天跟我們這個Cindy 一起來拍張照 兩人 千里男女生 讓我來幫你們 拿來一下麥克風 覺得很感動 對 因為這是我在台灣的第一個獎 對 所以我剛剛拍照的時候我比一位 對我來說那個意義就是這是我第一個 然後我真的很開心 HeadFan給了我這個獎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肯定 對 那我未來還是希望可以唱更多好聽的歌給大家聽 對 好像他說如果有得獎的話 Maybe就是會脫個西裝外套啊 喔 真的 因為他的好身材 今天 今天 我有印象有講過這樣子的話 哇塞 這個 記憶力也太好了 對啊 沒錯 什麼都不記這種記憶最清楚了 喔 我先檢查一下 好 比較有點 哈哈哈哈 哇 美女朋友都脫下來脫下來啦 而且講完現在是男生耶 我好像女記者咧 女記者也不好意思害羞 為了爆點什麼都要就對了 據說你在六月份會有一個寫真集的推出對不對 是 我現在的心情還是很緊張 還不知道怎麼去面對寫真這件事 因為我覺得這一次真的大家都很努力 然後我也沒有設下任何的限制 然後就是因為配合是夏天 然後加上我是來自馬來西亞比較熱情的國家 所以在寫真部分其實有這一方面的一個呈現 我們很期待啊 不要穿太多 哈哈哈哈